针对行政院计划仿效去年三倍券 加码发放五倍券 立委赖湘林认为 台湾失业率还在创新高 行政院应该说明五倍券 到底是纾困还是振兴 若以纾困为主要目的 发现金才能最快帮助民众救急 去年基本上台湾的疫情 没有到像今年五月以来这么严重 所以去年的三倍券 形式上它就是一个 消费振兴的一个概念而已 可是今年我们要看 现在已经是八月的上旬 我们的失业率还在最新高的阶段 包括六月公布的数字 是十年来最高 第二个我们的失业人数 目前也是来到57万人左右的一个高峰 那如果从此点点来看 我们是已经到振兴阶段了吗 这是我们想要请教这个书院长 立委张其路则是提出三大诉求 要求政府应盘点受疫情影响的产业 确实检讨并评估上次三倍券发放效益 并且应提高数位消费的比例 其实以救急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已经先讲了前面逻辑 目前还是对于多数人 以国人来讲 受薪阶级来讲 或内需服务型的这些人来讲 等于说现在需要的是 还是一个救命的钱 它真的就是应该要非常的简便 要非常的快速 然后不要搞得太复杂 连执政党自己的委员都认为 怎么会还要再掏出一千万 它已经很穷了 民众党认为 如今国内就业市场低迷 民众生活艰困 政府预算更应该花在刀口上 谨慎规划剩余预算 让每一分钱都达到最大效益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